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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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婚的时候台湾习俗要喝的甜茶 给了创办人刘汉介灵感 加上因为撰写茶艺书籍 一趟日本的考察行程 让他发现新奇的工具 这个东西之前我们没有看过 它叫做写客器 是在1900年的时候 美国人发明的 这个东西在吧台 西式的吧台也被引用的很广 可是在30年前 只有专业的吧台有这个东西 这种调酒器而且这么的神奇 可以立即的把咖啡变成冰的 所以我就拿回来玩 就把它当做夏天的时候的 把乌龙茶变成 从热饮变成能饮的一个工具 加糖加冰 这项饮茶文化的大改变 当时很难让社会普遍接受 也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一个 一个经营跟赛跑 那么才慢慢的扭转社会大众的观点 才得到很多人的一个认同 觉得说 这个在亚热带地区的一个生活来说 品茶文化来说 它是个发明 是个创举 因为撰写茶艺书籍 让春水堂创办人清楚知道 自己不要清朝那样热闹氛围的工夫茶馆 而是要宋草的风格 宋草的茶馆我们从书上看到 它的记载是有茶花有挂画 那么有点香有音乐 那么在这样一个优雅的环境里面的喝茶 这样是我心中的一个最理想想要呈现的一个茶馆 所以我就要用宋草的氛围来打造现代的茶馆 虽然插花增加了人力以及物资成本 但是春水堂三四年来却坚持三天换一次鲜花 真话看得到生命 看得到美好 包括画也是真实的 包括花也是真实的 所以求真求善求美 这是我们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要求 所以在花上面 我们多年来我们都不用假花 能饮茶 是春水堂改变东方人 饮茶习惯的开始 带动现在台湾首摇茶的荣景 然而春水堂三十年的岁月 面临最大的经营困境 却是店面的问题 创业初期 乘住来的店面 让郑彭博发展的事业 差点就要收摊 我们的房东觉得说这个行业不错 这个生意不错 那他也想做 那他想做的方法就是说 试着把我们涨价 一万八的房价他给你涨三万六 三万六的房价他给你涨六万四 对一个刚创业尤其是民国七十年代 六万多块的房租是吓死人的房租 你怎么撑得住啊 所以你势必上逼起你要有这种 要有危机意识 你要知道说 要是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店铺的话 你可能你再有再好的理想 你都没有办法花费 经历过这样的危机 让创办人刘汉介体认到 要有自己的店面才有发展的基石 所以纵使要花十年二十年 才能够付完贷款 刘总也愿意拉长时间 来看投资报酬 宁可要十家百年的店 也不要百家十年的店 这也成为刘总的经营理念 百年的话要怎么走 当然就从分享来走 那么员工是不是能够当你的伙伴 当你长期的伙伴 当一生永远的一个伙伴 那么得到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们不把股份向外发展 而是股份向内发展 让员工他也有他的舞台 他可以享有我们这样一个生意 带来一个成就 让他变成股东 2013年夏天 春水堂更首度跨国到日本开立了分店 这是春水堂一位日本消费者 转而成为投资伙伴的例子 饮茶的泡法真正在日本上面并没有流行 这个日本人他观察到了 咖啡可以在日本这么流行 是因为有一个企业把它带进去的 那叫星巴克 把它带进去日本以后 他们为了风草在日本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他觉得说我们的做法跟星巴克很类似 就是说把茶多元化的这样一个饮用方法 丰富多元的饮用方法 正是日本饮茶市场所欠缺的 我相信像这么多元丰富的 好喝的一个能饮茶的喝茶方式 一定会在日本遍地开花 春水堂人文茶饮的成功 也扩展出关系企业 让员工有更多历练的机会 像是不需要大量环境营造 店内布置的首要茶店 就是春水堂另一种呈现能饮茶的形式 那茶单位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的一个茶坝 是因为他秉持了春水堂对品质初衷的要求 这初衷是什么意思 初衷就是说对原物料的一个要求的真实度 面对高度竞争的首要茶市场 以及对手大量开放连锁加盟的展店策略 刘汉介认为原物料上要坚持不用快速便宜的替代品 那我们开茶堂会也要求他们在这冰茶护料堂里面 这些这么多的一个原料里面都要采取 跟春水堂一样的一个材料 就是忠实原味初衷的一个呈现 也因为这样在很竞争的市场里面 慢慢慢慢的品质的优势被发掘了 我们用天然的柠檬 我们用天然的材料 我们用健康的食材 这样的一个做法慢慢被发现了 被模仿了被大量复制了 所以市场的竞争越来越厉害 但是我们受欢迎的程度却越来越高 源自于对小湖泡茶的喜爱 春水堂创办人仍然希望在茶饮市场上 保留这种茶道文化 因而创立了秋山堂 秋山堂是什么意思 秋山堂是茶馆的原型 就是说我们对茶会上瘾会喜欢 其实都是来自于小湖泡 秋山堂所呈现的是湖泡文化的精致度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区块来保留这样一个文化的精致度 铁观音茶糕 这是搭配喝茶的好点心 春水堂里像是豆干米雪 萝卜糕等 都是店内受欢迎的茶点 我去买东西的时候 曾经有人就跟我谈过这个事情 说你们某一种东西很好喝 我已经喝了15年了 我说你没有试过别的吗 他说没有我就喜欢这样的东西 就是这种对产品的忠诚度的 会让你感动 这样死中的客户 是刘汉介对台中印象深刻的 我们创业30年 但是已经有30年的客人 30年如一日的客人 几乎就会出现在台中的某一家店里面 他一来的话 他就把这个店里面当作他的家 那么他钱给了 服务生就知道说他要做哪里 他要吃什么 他几乎说这30年来都在做这一件事情 春水堂创办人来到台中 从台中起家 足迹更扩展到南北 那我在这边居住已经超过40年了 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以最有名的粉盐来说 我们的粉盐就是在台中的菜市场里面找到的 台中的菜市场提供了我们这样一个 丰富的一个资源 让我们整合成 让它变成国际化的一个产品 能从台中起家 台中给春水堂的养分 就如同一杯好茶般甘醇 我是在南部移民上来的 我们住到台中来 很少有人问我们说 你是哪里来的 你为什么要来 他不会这样问你 台中非常友善 让你感觉是说 他是一个友谊之都 也因为这样一个养分跟包容 跟友谊跟热情 让我们这样一个体系 可以在台中能够逐渐的一个长大 我相信是因为跟地方的一个风土人情是有关系的 台中有着茶饮经营的优势 店铺的一个取得 也是可以便宜的取得 也是说因为我们容易在这边立足的一个地方 再加上这里离茶区很近 茶饮茶的地区很近 我们很容易接近产区 当初将乌龙茶改为能饮 能站稳市场 台中是很关键的角色 台中是一个很能够接受创新的 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城市 它能够包容新的东西 它能够接受新的东西 从台中起家 运用在台中的优势 让春水堂迈向第二个三十年 也在创办人想要的百年企业上 更迈进一大步